9點28分歡迎大家回到生活同樂會 今天第一小時元氣同樂會 我們剛剛說了要來帶大家關心血糖的健康 那麼今天來到我們現場的這一位 我剛剛一直很認真地在問他 真的是這個 公司名字真的是這樣嗎 對啊 三把生計 三保生計的總經理吳文良 吳總 歡迎吳總 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你們很早就叫三保了吧 對 其實我們有原料部門叫生保生計 生保 我們基本上只要是行銷的單位叫三保生計 那怎麼那麼可愛 你們叫三保的時候是還沒有所謂的三保 就是人生貂皮烏拉草都還沒有出現的時候 你亂講多可能 我們就是取三保 人生貂皮烏拉草早就在了 但是現在的新三保很恐怖 就是大家很怕在路上碰到的新三保 好 Anyway 三保生計 今天要來跟大家聊聊的就是糖尿病 那其實有糖尿病的人蠻多的 而且現在甚至有年輕化的趨勢 對 每一次我們跟一些醫生在聊 他們都在提醒說 欸現在糖尿病有年輕化的趨勢 都在提醒大家要特別注意 尤其是因為剛開始的時候 你血糖稍微升高一些的時候 你其實不會有什麼感覺 對不對 真的 其實糖尿病 通常會先在身體潛伏大概五到八年 那潛伏這麼久的時間之後 你看到你的身體是不是開始泡著糖 那糖是不是會累積越來越多 所以你會從微糖變半糖 變七分糖 有沒有 那當你的這個血糖值在120以下 都不叫糖尿病 對 那大於120以上就是糖尿病 所以通常潛伏期的時間 大概大概落在五到八年 那通常潛伏期會有一些症狀 你看我今天帶這個字卡過來 第一個你發現 你可以用字卡啊 我們直播還是可以看啊 字太小了 真的嗎 對沒關係我們用講的就好了 好 你會發現有十大症狀喔 你看通常糖尿病的人 大家都知道會有三多 吃多 喝多 尿多 對 你想你吃下去的食物 然後沒有送到細胞 那代表很多細胞沒有吃到 對 它就叫你一直吃 有沒有 一直喝 一直吃一直喝一直尿 有沒有 所以會產生三多 那其實如果你有這個三多的症狀 其實你已經接近糖尿病的邊緣 嗯 好那會在更早期之前 你會發現有下面這六個喔 你看 第一個體重開始會減輕 因為細胞沒有辦法開始吸收利用這些糖分 所以初期的時候體重是會減輕的 對沒有錯 好 有些人開始胖胖胖胖胖胖胖 胖胖之後開始 不胖 然後開始容易變瘦 嗯 因為你想我吃下去的熱量 被吸收了 就變成脂肪了 可是我吃下去的熱量 沒有被吸收 它就變成什麼 葡萄糖流在血管裡面 沒有變成熱量 我剛剛本來想好好喔 吃下去的東西都沒有變成脂肪 真好 沒有喔 它也沒有走掉 它是留在身體裡面 又以糖的成分 以糖的狀態在存在喔 對沒錯 那你看到再來是 勢力會變模糊 糖分如果過高的話 水晶體會泡著糖水 嗯 水晶體是透明的啊 它像鑽石一樣 有沒有水晶 可是水晶泡在糖水裡面 你看東西開始會滑滑 哦 有沒有 所以你看發現有些長輩50歲60歲 它可能是因為 勢力模糊是因為糖尿病 欸 所引起的 那如果你本身是糖尿病的這個群 這個群組的話對不對 對 一般我們講這個水晶體病變 或者是黃斑部病變喔 糖尿病的患者是正常人的七倍 對 所以你想想其實你這裡滴到糖尿病 你的眼睛就開始要出問題了 所謂的清光眼飛紋症白內臟這些 它就會慢慢的靠近你的身邊 再來你看喔 容易疲倦 四肢無力 再來三股無力 因為抵抗力會下降了 再來腳把手把 有沒有 有時候會刺刺痛痛的 就是我們的神經已經 開始受損了 那慢慢抵抗力下降有沒有 泌尿道就容易開始會感染 那包括牙癮也會感染 所以這些都是屬於初期的 潛伏期 這些都是初期的 這些都要不要滴到糖尿病喔 但是你已經慢慢在拿糖尿病的門票 你說這些都還沒有糖尿病就已經這樣了唷 對 所以這些叫做初期的什麼 潛伏期 所以我們講十大症狀 就是讓我們可以去做自我檢測 那通常你有超過三項以上 其實你去便宜檢查 你基本上可能就是已經糖尿病了 那你看喔 糖尿病病發嚴重的時候 它會病發很多的症狀嘛 第一個像有沒有微血管 所以你會發現糖尿病的症狀都什麼 心臟病 高血壓 有沒有 再來是四網膜會病變 所以這會症狀 再來是症狀有沒有 腎臟 你就會有洗腎的風險 那神經病病就是剛才我們講的 你可能會自律神經 你的失調 你會睡不著 對 那包括很多的性功能 也會跟著出問題 對 所以基本上不要去忽略糖尿病 為什麼 因為糖尿病在台灣 它已經變成我們新的文明病 它也號稱為國病 因為你想嘛 你看我今天 我今天如果是變成糖尿病的這個 所謂的患者 嗯 我的兒子 我的兒子的兒子 我的孫子 他會變成一個叫做遺傳性疾病 所以糖尿病比較可怕 它是不是變什麼 一代 傳一代 那剛才你講到這個數字什麼 年輕化對不對 因為現在其實小朋友 他不會去控制這種東西 另外樓邊那個搖搖有夠多 你知道我們我們的身體的器官 胰臟啊 他一天能夠幫我們所謂的 代謝的方糖量 就是我們把所有的糖 澱粉的糖 或者是飲料的糖 換成白色一顆小小顆的方糖 我們得一佔一天的工作量 大概在17顆方糖 那也蠻多的啊 很多的看起來很多對不對 對啊 可是你知道我們去吃一碗飯喔 幾顆糖你知道嗎 你說白飯嗎 白飯 不知道 10顆 天啊 所以其實你看我只要吃兩碗飯 就差不多 打拼了 那如果你今天多喝一杯珍珠奶茶 你知道一杯珍珠奶茶幾顆糖嗎 我猜一下 我好像曾經彷彿有 好像二三十顆吧 對 16顆 16顆嗎 對等於自己一個便當喔 沒有 所以就是說你如果喝了一杯珍奶 對我講是全糖 對全糖的珍奶 其實你的遺葬 就只能消化你今天的這杯珍奶 對那你可能去買個炸雞又吃個便當 它的工作量就會負荷過重 對 所以其實糖糖病形成的原因很簡單 就是我們每天都吃進去了很多看不見的糖 那其實你對我跟我自己看不見的糖 它的那個很廣益喔 我們講一個簡單的概念 什麼東西沒有熱量 幾乎都有 水 對只有水 好蛋白質 或者是纖維質 所以除了蔬菜跟蛋跟水 其他到最後都會變成什麼 熱量都會變成碳水化合物 都會變成葡萄糖 所以這些熱量的總和到最後會變成什麼 葡萄糖 你知道血糖 血糖就是我們的血液裡面 存留一些什麼 葡萄糖 所以血糖就是你吃下去的營養分 到最後變成葡萄糖 那它沒有被身體吸收利用 留在血管裡面 它變成什麼 血糖 那慢慢的我們的血管裡面就泡著糖水 糖水 慢慢的你就會變成什麼 糖果人 你去那個什麼 那個廟口看到糖葫蘆 有沒有 它一直滾一直滾 到最後那個命件 整個都會變那個什麼 糖水包覆 你想你的身體的血管 神經 細胞 器官 慢慢都被這個糖果給包起來 它能夠正常的吸收利用循環代謝嗎 不行所以糖尿病它是一種全身性的 循環代謝的疾病 所以你想糖尿病它是一種 代謝症候群 但它一定有比較容易耗發的高危險群 就是說 應該要從它發生的原因來開始討論 比如說我就覺得我絕對不會得糖尿病 這樣講比較簡單 糖尿病有分兩型 一個就是一型跟二型 那一型就是先天 對先天 比方說你爸爸媽媽有糖尿病 我爸爸媽媽沒有糖尿病 那你的胰臟的功能 就可能先天比較弱 那原本你一天可以代謝17顆糖 那可能相形之下 你大概只能夠吃15顆糖 了解 那我就吃17顆 所以我可以撐很久 但是你比較不能夠撐那麼久 那一樣在攝取過量的時候 你這個會比較提早報銷 所以通常會有一個分界零 大概在50歲左右 如果你是屬於先天型的 比較容易在50歲之前就發病 是喔 會到50嗎 50歲之前 我看好多小朋友 就已經開始打那個 就開始控制血糖了 對 然後每天都要測血糖 那你想喔 你是這種先天性的 你是不是會去注意飲食 對 因為你知道你先天有缺陷 那我這一種是沒有缺陷的 所以我想吃就吃 想喝就喝 想操就操 操到哪天 又怎麼會有糖尿病 所以你會發現喔 有5%的人 就是屬於這種先天性的 那有95% 都是我這種不怕死的 反正來啊喝啦吃啦 怕 怕什麼怕 反正我不容易得糖尿病 我又不可能得糖尿病 就是因為這樣子的概念 你每天吃了很多看不見的糖 但是你每天在超飆 欸 糖尿病很麻煩的就是它沒有 它沒有辦法治愈對不對 它只能夠控制對不對 應該是說你用的方法要對 因為如果你講傳統的 我們講中醫西醫 他就是可能把糖分排掉 我這邊有張字卡給大家參考 這一個可能因為螢幕很小 真的有夠小欸 真的 你看喔 你下次來之前喔 你把圖給我們同事 他會直接在後面 上在後面嗎 我們後面有Key板啊 你這個太小了 那這樣Key的到嗎 你看喔 通常得糖尿病的人對不對 你發現他都去看醫生 那醫生給他做什麼事 開藥 開藥給你吃 那你看你會發現通常藥的激轉 就是第一個 我的糖分是不是太多了 對不對 那我就把我的糖排掉 就是你可能吃了100塊的糖 可是你只有吸收70塊 你30塊是沒有吸收的 那就把你那個30塊就把它排掉 看不到沒有關係 看不到啦 太亮了 好 所以原則上說醫生給你吃的藥 第一類 就是把你身體多餘的糖排掉 你覺得把糖留在身體好還是排掉好 當然排掉啊 對 所以就是這個機制很簡單 就是把你原本要 留在身體裡面的糖把它排掉 對 因為本來這些糖是要給身體吸收的 對 可是因為我吸收不了 對 就留在那裡也不好 所以第一個就是排糖 好 那第二個就是不要浪費 一個藥叫做胰島素的增免劑 我的胰臟沒有辦法分泌很多的胰島素嘛 對 那我再刺激你胰臟 你再分泌一些胰島素 來去這個 搞定這些糖 對 因為我本來血中就有一些糖 是沒有被身體吸收利用的 那我透過這個 這顆藥 我再刺激你的胰臟 再分泌胰島素 那胰島素來了之後 胰島素就是 藥石 把這個細胞的門打開 把這個糖送進去細胞 所以我再刺激你的胰臟 讓你再加班 但是這個糖有沒有浪費掉 沒有 它就被身體吸收掉 但是會產生一件事情 你的胰臟會過勞又加班 會過勞又加班 所以有時候醫生比較喜歡的是這兩種 一個是最簡單 不要再增加胰臟的負擔 乾脆就把糖 反正吸收不了 代謝不掉 就乾脆把它就丟掉 那第二個是丟掉很可惜 那乾脆就是再刺激胰臟 再分泌胰島素 然後把這些糖全部吃進去的 這兩顆藥產生不同的結果 你吃了刺激胰臟的這個藥 你吃下去就不會餓 因為本來這個是食物 本來是要丟掉的嘛 對 所以第一種是排糖 它就丟掉 那你丟掉之後 你身體就會很餓啊 所以我就吃多喝多尿 都又循環來囉 有沒有 但是這種吃下去它不會餓 為什麼 因為它把原本要吃的 沒有吃進去的 給你一顆藥 然後這個藥就會把這個營養素 又送進去細胞 所以這個的話 這樣聽起來好像兩個都 都不是一個長久之計的感覺 它等於是等於說它治標 但是它沒有治本 那你必須要追根究底 因為其實任何的疾病 你不要頭痛於頭 腳痛於腳 你把這個關鍵的問題找出來 糖尿病是因為我們的胰臟 被你操壞了 所以它分泌的這個胰島素的量 不夠用了 那不夠用之後 胰島素 剛才我講 胰島素就是把營養素 送進去細胞的藥石 那本來你的胰臟 要每天要製造很多的藥石 我們身體的細胞 總數是60兆 那正常來講的話 我的胰臟 每天要分泌60兆把的藥石 就是胰島素 然後讓我們的什麼 營養素可以送進去細胞 那你可能會因為你的胰臟器官 已經出問題了 那可能年紀大 器官也衰退了 那我的藥石可能只有做出40兆 那最後20兆的糖留在哪裡 就是留在我們的血液裡面 所以關鍵的問題在你的什麼 你的胰臟 它已經老化 退化 發炎 它死掉了 所以它沒有辦法製造這麼多的什麼 胰島素 常會導致我們的這些葡萄糖 留在血管裡面 沒有被身體吸收利用 那你用傳統的中藥或西藥的方式 它們是什麼 調理身體 不然就是幫你把這些糖丟掉 不然就是再刺激你的胰臟 再分泌胰島素 但是關鍵是 你這個胰臟有變健康嗎 它的工作量有增加嗎 然後它有沒有恢復 這才是關鍵 所以胰臟要怎麼恢復它的健康 對 所以我們今天帶來這個產品 就是苦瓜生態 它是目前全世界喔 我今天有帶來一篇新聞稿 這邊給大家做參考 不然先講 它有辦法恢復健康嗎 是 那你看它的基轉 你看這邊有寫 這是中國醫藥大學副院長侯廷庸 有沒有 這邊有寫 然後他們花了12年的時間 由苦瓜萃取出定序的生態 所以簡稱為苦瓜生態 好 那你看喔 它是天然的植物胰島素 這個可以接受 因為就像有天然的植物雌激素一樣 對 到底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它就是有天然植物的 類胰島素 對 然後你看喔 它這邊有寫 它是全球唯一能夠專業性結合素 胰島素的受體 所以簡單講 它會有兩個功能 我的胰島細胞會過勞 那我就去修復它 但第二是 我的器官是退化的 我分泌的胰島素的量是什麼 不夠的 那我可以透過補充這個什麼 苦瓜生態 它吃下去它就會轉換成 胰島素 所以你想喔 原本你的胰臟 是要分泌胰島素 那我現在透過一顆 補充苦瓜生態 它就直接轉換成什麼 胰島素 那你想一下 你是胰臟 你有沒有喘息的空間 就不用工作那麼多 因為已經有一個東西 苦瓜生態 吃下去之後 它就會變成 胰島素 好啦 大家簡單的講啊 簡單一句話 我來做一個那個 總結 不是總結 就這一段 也就是說剛剛因為有聽到 兩種狀況嗎 一種就是把你的糖排掉 可是這樣你就會一直吃更多 喝更多 尿更多 對不對 第二種呢就是吃藥 吃藥去刺激你的胰臟 分泌胰島素 然後來分解這些糖 對不對 但是呢你的胰臟就會很累 然後就過勞 所以現在呢 我不是這個 你說的這個補充的這個東西 它是直接下去就變成胰島素 對它是口服的胰島素 它不是 它不是讓你的胰臟去 增加它的負擔 再去工作 所以你的胰臟可以得到休息 但是這個問題也可以解決 對對對 我太專業了 欸問題是 那我可不可以直接 很多人就直接打胰島素啊 所以你看喔 通常一般醫生不會給你 直接打胰島素 為什麼 因為糖尿病沒有到非常的嚴重 我乾脆用一顆藥 你有少量的糖 我就給你一顆藥去排糖 那你的糖如果變多了 就變成兩顆藥 你的糖又變多 就給你三顆藥 所以其實糖尿病的患者 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醫生開給你的胰兒啊 如果越開越多顆 它背後的含義是什麼 就你的狀況越來越不好 對就是這樣子 因為你本來只需要一顆藥 就可以控制了 那你知道藥 就是控制你的血糖在一定的值 叫做正常值嘛 所以你想我們講 120以內就是正常嘛 那我只要吃一顆藥 就能夠控制你在100 那就OK啦 可是你會不會老化 會啊 你人家會老嘛 但是你可能吃東西沒有再吸水 照吃不悟 所以你的血糖一樣會飆高啊 這時候我就必須用兩顆藥 讓你回到100 可是一樣的循環又來了 有沒有 所以就變成三顆藥 去控制在你什麼 100 所以你要有一個概念 吃藥是讓你維持在一定的什麼 穩定值 不管是高血壓的藥 或是糖尿病的藥 它的道理都是一樣的 那今天你吃真的的藥 我問你的胰臟有變健康嗎 可是大家一定會想知道說 比如說你這個苦瓜生態 這個理論都非常的可以接受 它當然有沒有實質的效果 就是有沒有一些數據 就是說它是不是真的能夠 或者是說你們應該會有所謂的對照組 對很多 自衛的實驗組 然後這個來對照 就是說它這也許是完全沒有吃藥的 對 或者是有吃藥的 然後有加上苦瓜生態的 沒有加上苦瓜生態的 對 你看喔 很多很多 你看這個是新聞寫 這不是我寫的 這是新聞網路上搜尋 你就知道 科學定序苦瓜生態血糖降53% 眼睛病變減5成 這個東西不可能憑空降下來 科學定序 我看一下喔 沒有錯 這個是網路新聞 我這個人很難被說服 所以我要看一下 好這個我看一下喔 好 所以他說是可以讓血糖安全降低53% 這應該是最大值啦 對沒有錯 但是糖尿病患最怕的眼部病變的風險 也會減少5成 對那重點是它有這個 這個苦瓜生態有融獲歐盟 美國英國法國瑞士義大利 這個九個國家的專利 對然後重點是我們經濟部 還有發一個國家發明創作獎 這個東西沒辦法就是假用 這是網路新聞 好 那你說要看一些實證 我今天有把它帶過來 這是我們有使用這個苦瓜生態 使用前跟使用後 大概在兩個月的時間 原本血糖是386 他就吃兩個月就變333 然後他沒有吃藥嗎 他沒有用藥物嗎 藥要搭配著吃 藥還是要搭配 那你怎麼知道他 他不是因為藥物的關係 我這樣講的一個概念就是 你多愛機車嗎 很正常啊 這樣是OK的 你想個問題喔 我現在吃一顆 改天變兩顆 改天變三顆 再變四顆 你會發現你的藥質會怎麼樣 上升 可是你今天可能搭配苦瓜生態的時候 你看喔 假設這個是386 對不對 他這個藥應該是 醫生會給他的藥量大概在四顆 那他可能吃了兩個月之後 他從38變成33 有沒有 如果你是醫生 你會把四顆變五顆 還是把四顆變三顆 四顆變三顆 對 就是這個道理 就希望能夠減少你用藥的量 我講一個簡單的概念 這個藥是在維持你的血糖 一個叫穩定值 那這個苦瓜生態是給你胰島素 讓你這個胰臟有變 恢復健康的機會 那醫生其實很簡單嘛 你一旦沒有 你餓化了 我就給你加量 你健康了 我就給你減量 所以他的邏輯是這樣子來的 那包括像這個也是 他原本是228 他吃大概兩個月 也是變成152 那每個人的指會不一樣 因為你想 這個可能是50歲的老公公 這個可能是 50歲老公公 你這樣子 等一下我們電話會被打爆 你知道嗎 群集飛碟電台抗議50歲老公公 我們不能一直講專業 不能叫做我們那個太商業話 50歲老公公 開玩笑 其實說你講40歲 50歲跟70歲 他一樣在吃苦瓜生態 50歲的速度可能會比較快 那你70歲可能會比較慢 因為身體的狀況啦 對那有些可能70歲他可能又 有在吃一些什麼高血壓啦 包括膽固醇 甚至是心臟病 他的循環代謝就會比較差一點點 對那但是我們講的根本沒有辨識 這個苦瓜生態的成分 他就是補充你不足的胰島素 我了解 那你想個問題喔 我今天給你胰島素了喔 你本來只要吃一餐 你就會有糖流在血管裡面 那我在吃一餐的時候 給你一顆苦瓜生態 這些殘留的糖 就會被你送到什麼 細胞 它不是排掉喔 所以它會產生一個現象 你今天在吃苦瓜生態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的精神會變好 為什麼 因為本來你吸收不了的這些糖 是要丟掉 因為你的 你能夠接收到的能量變多了 對 簡單這樣講 因為它都是轉化成你的 你的熱量的來源 然後你就變成是 比較有活力 比較有精神 不然我們幹嘛要吃東西 我們就是為了要吸取熱量 因為它會轉化成糖 對 那我再問喔 什麼樣的狀態 可以開始吃 應該講說 就是說我應該是已經要 因為你剛剛其實講到很多人 早期根本還沒有發現自己血糖高 對 它其實就可能潛藏的血糖高 對不對 很正常 因為沒有去做健檢不會知道 對不對 一定要去做健檢才會知道 可是還是真的蠻多年輕人 其實也沒有在做健檢 我想最簡單的概念好了 第一個 如果你是本身就是先天性的 你就可以平常吃 為什麼 維護這個器官的機能 就當保健 對 那第二個是你的體重如果開始增加 體重增加代表什麼 你吃的熱量是過多 過多的熱量 過多的糖 才會變成什麼 脂肪 所以當然你的體重是一直上升的 你的腰尾是越來越胖的 其實你就是潛伏著什麼 糖尿病 剛才我們不是講到嗎 當你的體重開始下降的時候 其實你就是標準的什麼 糖尿病 對 因為你吃下去的糖 已經沒辦法變成熱量 變成脂肪了 身體已經沒辦法吸收了 所以你一開始說什麼 怎麼吃 不會胖 你想喔 吃不胖 生病了 對它這種概念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吳總還有代理 要來給大家 所以等一下休息一下 然後直播的時候 我們等一下不進字卡 我等一下還是跟吳總再繼續聊一下 還有些問題想請教他 所以如果想要看一下廣告期間 我們聊些什麼的話 也可以上YouTube搜尋 非碟聯邦網生活同樂會 等一下回來 我們要送禮物給大家 送什麼呢 大家一定很期待 試用包 等一下回來跟大家講一下 休息一下 9點52分 果然還是直播的時候比較精彩 哈哈 因為有一些東西 我實在是不好意思公開問 但是呢 因為我剛剛有問 好啦我告訴大家 我剛剛就有問他 我說那那他剛剛講嘛 體重增加的時候 那時候你可能還不知道 自己有糖尿病 但是你體重增加 代表可能有這樣的風險在 因為你一直吃嘛 一直吃 都因為你攝取了很多的熱量 對 他說欸那我說那我這樣子 就是花生態吃下去的話 會變瘦嗎 然後他們說他們的實驗證實 還真的可以減輕 減輕這個 不應該是說 減少體脂肪的堆積對不對 對因為他會牽動我們身體的脂肪代謝 因為大家必須有一個觀念喔 胰島素的功能 就是維持血糖的一個什麼穩定值 你想我今天可能都沒有吃飯 我的血糖會不會太低 會太低 會啊 對那我的身體 那我都可以不用吃飯 只要吃這個嗎 你看我的我的我的 好適合我喔 對你看喔 我常常都忙到沒吃飯 不行啦 不可以這樣亂搞啦 因為你想我沒有吃東西的時候 我不會死掉 我也不會怎麼樣 為什麼 因為我的胰臟是正常的 他會分泌胰島素 胰島素就會去把脂肪燃燒掉出來 製作變成這種 產生熱量給你身體使用 所以當你血糖低的時候 他會把它拉到什麼 正常值 當你攝取太多的時候 他不會讓你的身體一直處在什麼 高血糖 他把它拉下來 反正就是一種平衡啦 對沒有說 所以他可以維持在血糖平衡的狀態 好大家都在等 大家都在想說 不是要送東西嗎 怎麼還沒有送 好今天五種喔 除了帶給大家健康訊息之外 也帶來健康小禮物 現在撥打飛碟聽友專線 02-23-699-630 23-699-630 只要前100位打電話進來的 都可以免費索取苦瓜生態一包 好什麼人都能吃嗎 對沒有錯 因為我怕他沒有糖尿病 他不敢打電話進來 其實我會建議小朋友是用不到啦 小朋友不用啦 對那其實大概我會建議 就是大概40歲以上的 40歲以上 開始保養 40歲以上 40歲以上 就是一個所謂的代謝變差的一個年齡層 真的 代謝真的越來越差 那如果你是在40歲之前 你是那種暴飲暴食的 你就喜歡吃燒烤 又喜歡吃烤肉 那不就我嗎 那你就很建議 真的喔 所以這一盒要給我嗎 送送送 我跟妳講喔 想要的東西就要直接開口要 不要不好意思 對 非常謝謝三寶生機的吳文良總經理 跟我們分享糖尿病的一些相關的味道資訊 然後呢也帶來小禮物 02-23699-630 大家趕快電話進來 索取只有前100位唷 謝謝吳董 下次見囉 謝謝 掰掰